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女说 兄弟是意在于生死与共 桃园三杰义 天下皆知 我们两个人这样杀来杀去 不是让亲者痛 愁者快 张飞说 这是你跟我兄弟的事 少说废话 我要先杀了你 然后再自杀 这样大家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两位皇少出面亲自解释 张飞还是半亲半疑 认为皇少肯定是被关女给欺骗了 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两个人 你说一句 我顶一句 像极了小朋友在吵架 大夫人只好骗说 他人不舒服 两个人才停止 关女决定要自己和孙前去找刘备 关女以保护两位皇少为留 要张飞待在古城 张飞要跟去 关女不答应 张飞真的很如 一直说不听 关女一变脸 拿起青龙眼月刀 撑住身体 张飞才不情愿的说一句 我知道了 关女要出发了 张飞请自来送行 张飞普通一声跪在地上说 二哥 请上马吧 你就别婆婆妈妈的瞎操心了 前几天对你的误解 现在就当作是我对你的赔罪 你踩着我的背上马吧 关女将张飞扶了起来 这一对青龙手足的好兄弟 没有辜负其意 拒去相挺 三分钟 聊关女 我们下次再见